Hello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讲座 今天我们的两位主讲人 刘淼淼和王倩来自 辉利证券研究部门的分析师 将会为大家讲解中国 美国和新加坡市场 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们 谢谢 大家好 我们是辉利证券 投资研究部的分析师 今天有我和Helena 为大家带来中美新三国的 一些投资分享 中美新三国呢 今年的股市的走向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呢 长期处在了一个筑底的过程中 而美国呢 则是在AI的带领下 持续向好 创下了十年以来的估值新高 而新加坡的表现呢 其实也是可圈可垫的 在降息的预期的加强的背景下 STI截止到上一个星期 增幅也达到了6.25%的一个高度 我们认为呢 在整体经济大环境 依旧强劲的背景下 中美新三个国家有各自的 独特的投资机会 因此呢 我们今天也会分享一下 三个国家的宏观经济 以及一些股票的推荐 对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目录 我们首先会讲到中国的宏观经济 新加坡的两个股票推荐 以及美国的宏观经济和股票推荐 然后下一点 中国的第二季度GDP 达到了4.7%的增长率 可以肯定的是呢 增长依旧在继续 但是其实它的速度比预期要慢了很多 投资人呢 可能需要逐渐适应 中国从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的一个状态 开始转型 而房地产呢 其实就是转型里面最主要的一部分 虽然第二个2024年的第二个季度 相比于第一个季度的5.3%的GDP增长 有所放缓 但我们认为 全年达成5%的这个目标 应该也是有望实现的 GDP的增长呢 也是得益于很强劲的出口 以及还说的过去的消费 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一下 这两个指标 下一 中国的经济众所周知有三架马车 分别是消费基建以及出口 而出口也是占了总GDP的20% 7月份呢 出口的增长达到了7% 总体看来呢 今年的主题依旧是由出口推动的工业增长 以及制造业的投资 中国的6月份的贸易顺差 达到了990亿美元 这是自1981年以来最高的记录了 同时也超过了5月份850亿美元的预期 虽然呢7月有所放缓 但是顺差依旧还是比较高 在840亿这个水平 我们认为呢 6月份的突然上涨 可能也是跟中美的关系 以及政策相关 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关于关税 以及贸易局势紧张的声音 所以除了美国呢 其他国家也在对中国制造征收关税 所以呢 我们认为现在的出口 时续走高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制造商在提前下订单 以应对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这种情况 而上个月呢 比利时确认将电车征收37%这样的关税 而美国呢 在5月已经确认征收了将近100的关税 其他国家比如说土耳其和加拿大也正在跟进 增收关税的这样一个情况 甚至呢 印度尼西亚也有计划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 征收高达200%的关税 因此呢 我们认为 更多的国家会采取一个中国加一的战略 将生产的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区域 所以呢 不可避免中国的生产力会出现外逃的情况 从而影响中国的生产数据 比如说PMI 下一页 然后我们就要讲一下PMI 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 近两年呢 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维持在49% 50%这个样子 这个指数呢 大于50 证明 生产是在扩张 小于50的话呢 就是生产活动没有那么的活跃 而自2023年以来呢 PMI就一直处在一个 区间震荡的状态 很少有超过50的情况 这也进一步给制造业带来了一些压力 但是呢 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中国的工业活动的实际情况 其实比数据要更为强劲 所以官方给出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并未完全反映到当前的这个出口的势头 因为出口呢 今年一直是经济的主力 但我们也预计PMI在下半年会有所上涨 主要是因为针对生产的投资正在扩张 但是反映到PMI的这样一个需要一定的时间 下一页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增长驱动因素消费 中国刚刚结束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线上促销 就是618购物节 这是一个仅次于双十一的这个活动 由京东主办 然而去年由于疫情之后的报复性消费的高级数 今年的618电商销量出现了首次的下滑 整体来看呢 消费行业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趋势 它的增长呢 跟新加坡增长增幅其实差不多 在7月份达到了2.7% 这么看的话 这架马车的驱动力不是很足 有点拉不动GDP 但是我们从数据看 中国的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 其实现在目前更注重新加比 尤其是当前在房地产比较低迷的背景下 因此我们会稍后介绍一个 跟中国的零售行业高度相关的股票 也是得益于中国的消费降级 以及消费者偏好发生的变化 这个股票最近的增长都是不错的 下一页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房地产情况 下一页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投资人普遍对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以及房地产的情况 这个风险情绪显示的是比较悲观的一种情绪 但是我们认为呢 其实房地产实际的情况比我们预期的还要糟糕 根据前100大中国的开发商的数据来看 他们第一季度销量同比下降了50% 而一至五月的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0.1% 相比于一至四月的9.8%呢 增幅更加糟糕了 并且已经是连续第14个月的下滑 这对投资情绪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占中国的经济比已经超过了30% 而我们认为其实坏的消息也不总是坏的 因为由于房地产现在状况十分不好 但它又对整个经济十分的重要 因此呢这可能成为政府最终决定加快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个催化剂 而因此呢这也是投资人 许多投资人在重新关注中国 并对中国风险资产持更加积极的态度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些资产呢 其实风险已经被大幅的释放了 而近期呢中国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旧市政策 比如说将贷款率率降至3% 或者首付比率从20%降到了15% 以及20多个城市都已经放弃了他们的限购政策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中国的房地产 在短期情况下其实不会有比较明显的复苏 因为呢中国还是面临着很严峻很重要的转型 经济转型 重新呢必然会从房地产转为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中国制造 因此呢中国政府很可能采取像新加坡政府的政策 可能会先从市场上回购一些烂尾楼 然后转为比较政府组 相当于中国政府的这种连租房 在一线城市呢也有很多的人才引进政策 比如说杭州 当学历或者一定指标达到标准的时候 就可以在指定的区域三折购房 虽然不会享有实际的拥有权 也不可以随意的出售或者租赁房子 但是这对有刚需的打工人来讲 已经是比较人性化的政策了 来下一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加坡的市场 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股票推荐 新加坡的估值呢十分具有吸引力 现在目前估值是低于了历史的 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这个范围之内 而中国的股市呢 其实它的估值正好在那个 就是橘色的那个线上面 正好低于了一个标准差 可能是因为中国有比较强大的主权基金支持 而新加坡无疑是在历史的最低位了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时期 尤其是新交所上市的这些中国企业 他们的估值呢 其实远低于新加坡本土的公司 所以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两个公司 然后代表两个不同的投资主题 这是新加坡2024年第一季 2024年上半年的REITS的业绩一栏表 是在我们有cover的一些REITS里面呢 CICT和Farish Hospitality Trust 以及Maple Trade 对就这两个我们cover的REITS 出现了DPU的这种增长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比较看好零售行业 以及酒店行业的REITS 那下一页 第一个要讲的REITS 首先是Cesser Rate 我们一直听到消费降级这个词 正如之前提到的 零售行业呢 正在从去年的包袱性消费中恢复正常 但中国呢 仍有很大批的中等收入家庭 这些家庭呢 还是有购买奢侈品 或者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较喜欢Cesser Cesser是中国亚洲首家上市的奥特莱斯商场 而且它也是专注于服务中产家庭 这些家庭呢 之前会常常购买奢侈品 但随着疫情之后 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所以呢 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所以呢 他们就不会再买当即的新品 而转而购买打折了过季的大牌 所以呢 相比于其他的REITS Cesser今年的业绩 去年2023年的业绩也是挺好的 而且相比于其他的REITS Cesser的收入也更加稳定 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都来源于母公司给的固定收益 相当于爸爸妈妈每年给零花钱 他们这个零花钱 每年还以3%的速度在持续上涨 而现在一部分收益就跟他们的销量挂钩 随着消费降级趋势的明显 我们也预计Cesser的销量会持续相好 再说一下他们2024年的财务状况 今年上半年的租金收入同比下降了0.4% 下降到了6,230万行元 这主要是因为2023年的财年的基数比较高 因为后疫情大家都开始了报复消费 所以2023年的基数比较高 而租货的销量也是有所下降 人民币计价同比下降了3.9% 但是我们预计2024年下半年会有所改善 主要是因为冬季的衣服的单价或者产品的单价会高一点 然后下半年会有很多的节假日促销 比如说他们的中年庆 还有中国的11国庆节有一个红色促销 然后我们给出的目标价格是0.87 我们喜欢三色的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它有很可观的股息率 现在股息率大概在9%左右 而且他们现在的价格出于账面价值也在0.8左右 那我们认为现在是折价买入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下一页 然后这只股票是中行由China Aviation Oil 我们比较喜欢China Aviation Oil有三个原因 首先呢是它的主要的利润来源是它的子公司 也是中行由是它有33% 它占了上海浦东机场的33%的一个这个比率 中国所中行由也是唯一一个可以给上海浦东机场 所有入境和出境的飞机提供原油燃料的这样一个公司 而上海浦东机场是中国第二大机场 疫情前呢这部分的比率收入大概占了总收入的70% 而中行由呢它的母公司在这个领域也是相当于垄断的地位 它的母公司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口航友的公司 而随着国际航班的复苏 航空交通量其实今年到现在已经增长了三倍 所以我们也是预计上海浦东机场的收入今年会翻倍 从去年的三千万收入达到今年的六千万收入 而上半年上海浦东机场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55% 我们也是认为它在我们的预期之内 而除了它的子公司中行由还在全球范围内供应燃油 也是因为中国是主要的燃油出口国 所以现在的全球的这个航空在复苏的阶段内 我们预计剩下的30%的利润也会有很好的增长情况 而上半年呢净利率达到增长同比上涨了59% 我们喜欢CAO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估值很便宜 他们现在呢手里大概有3.6亿新币的现金 相当于50%的市值全都是现金 而相比于其他的航空公司比如说SATS SATS的市盈率大概有20倍 而CAO的市盈率大概只有7倍 而且它的EV over EBITDA只有2.9倍 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折价购买 所以我们给入的目标价格是1.05新币 它的股息率是4% 但是股息率其实有望进一步增长 因为现在中国也是在支持企业提升它的拍息率 所以我们认为今年的股息率可能会达到5%这样一个水平 我的这部分介绍就结束了 然后下面由Helena给大家带来美国的宏观经济以及股票分享 谢谢妙妙 大家好 我叫Helena 我也是新加坡会力证券的分析师 那在本次的演讲当中我将简要的介绍一下美国市场当前的一些宏观趋势 以及2024已经年尾了哈 有哪些投资的灵感 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下一页 首先第一部分是市场的表现 那么科技股计七巨头的股票呢 依旧是领跑SP500 那SP500一年的增长率在大约14%左右 那么科技七巨头的年增长率要达到31% 是超过两倍的一个状态 所以整体的涨势还是非常强劲的 那如果我们除去科技七巨头的影响呢 我们只看其他美股的话 SP500的年度增长率大概在8%左右 同时我们看NASDAQ它的增长在17% 是要比SP500要高一些的 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来 科技股还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行业 那么细看科技的七巨头涨幅最高的是特斯拉 那特斯拉在2024年的表现 可以说是七巨头里面比较差的一位 那么它在年尾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回升 它们的月增长在17% 涨幅最低的是微软 它们在上一个月它的跌幅是大约在6% 那么七巨头目前它们最大的主题趋势 还是在人工智能上面的一些投资 那就在前一阵大概6月份这样 有人开始提出质疑 说所有的公司现在都花了大量的投资 在人工智能上面 它真的有体现吗 或者它真的会在将来体现在盈利上面吗 因为到底真的值不值得花这么这么多的钱在上面 毕竟这么高额的消费是会影响利润的 所以大家都开始变得有点恐慌 不知道到底现在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泡沫的状态 那这个东西呢确实如果我们看 几乎每个科技七巨头 它们现在的重点都是人工智能 它们也确实每一个公司都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在这个上面那么人工智能类的花费 因为主要是一些硬件的设施 所以不是说今天买明天就可以看到效果 需要一个长期 呃才能看到效果的东西 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需要消费者的耐心和信心 呃他们到底相不相信公司给他们交代了他们未来的展望 或者这些公司是不是只是在给他们画饼 只有说不清楚 呃所以而且现在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 他们不仅仅是说当下投资 他们在未来还是有打算要投更多的钱进去 他们完全没有要收索的意思 尤其是在科技方面的东西 因为科技的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要是不努力 呃可能马上就会赶不上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现在的状态更多是 他们与其害怕投资太多 他们更担心的是他们投资的不够多 因为他们一旦跟不上大节奏 他们面临的就是被市场要调材 但是我们退一步来看 确实近年来这些公司的现金楼都非常的好 所以确实是可以去支撑他们长期的一个投资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比较忍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还是非常考验我们消费者的耐心和对公司的信心 那么对科技股方面 不好意思 影响最大的一个新闻呢 最近是谷歌它被诉讼传声 所以美国法院呢 他说谷歌现在的搜索业务是违反了美国的反垄断法 然后谷歌败诉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这是美国20年来最大的一个反垄断的案 那么也就是他们在数十年来 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 也可能会被颠覆 那这个案件如果你仔细去看 它对谷歌的影响其实可能还比较小 因为大家先入为主的 现在都已经习惯用谷歌搜索引擎了 他们以后就算不存在不公平竞争 不存在去买通其他公司 优先使用他们的谷歌 不代表大家就不会用谷歌了 但真正这个案件躺枪呢 反而是苹果 因为谷歌长期以来跟苹果是有合作条约 谷歌是说我每年都会支付给你200亿美元的钱 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让苹果把所有的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苹果平板 所有的Safari的浏览器 都把谷歌作为一个默认的搜索引擎 那这个东西对苹果来说是一个很美的差事 因为相当于就是免费送他们一笔钱 这个他们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做 他们只要把谷歌设成默认的搜索引擎就可以了 并不代表其他引擎不可以用 只是说如果你想优先使用其他的引擎 你需要在设置里面把那个设置改成用其他引擎 所以这并不对苹果来说 只是动动手指就可以达到的事情 就相当于是免费的送他们这一笔钱 那么既然谷歌败速了 就代表这笔钱接下来就没有了 要知道这是相当于他们20%的年利润 当然了并不代表说这一笔钱没有了 他们就亏空了这一大笔 肯定还是有其他的搜索引擎会站出来 像病他们最近就站出来说 他们愿意支付150亿美元 那如果我们与此来做一个估计的话呢 那我们估计苹果的年利率可能是要降低5%左右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躺枪的一个冲击啊 好这是关于科技七巨头 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市场的估值啊 所以SP500现在目前的预期的市盈率大概是在21倍 现在我们看到是有点卡住了 相比于之前的数字啊 市盈率要再去继续的扩大 嗯可能也是会比较困难 当然如果美股持续啊整体收益持续走好的话 要继续扩大也并不是说不可能 嗯但是在短期内我们看成那个直居的扩大可能是比较困难 啊下一页我们再看一下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呢 现在是已经得到了少许的控制 我们看那个图啊通货膨胀 现在已经是降至了低于3%的状态 这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啊 啊美国政府他们定的2%的目标 所以现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需要多长的时间 才可以慢慢降到2% 甚至有的人觉得今年已经根本就不可能再降息了 那我们觉得呢 尽管通货膨胀是已经得到了一些控制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的经济目前还是相当有弹性的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会下降 但是它下降的幅度应该是会慢慢的放缓 要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可能达到2% 嗯下一页 特别是如果你看 嗯他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话 嗯现在目前近乎近乎一半的CPI都来自于住房 嗯因为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之后呢 今年的住房价格有小幅的上涨 嗯所以这个就比较困难 因为如果住房的价格不下来的话 通货就通货膨胀就很难再继续下降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劳动力市场 下一页 嗯失业率依旧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从10年失业率将近达到10%的状态 现在已经几乎保持在小于4%的状态 嗯这依然显示出劳动力市场 还是一个相当于相对比较健康的市场 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比较有弹性的经济 是比较相吻合的 那么下一页我们再来看一下时薪的增长 嗯时薪的增长 我们看到是几乎是还是实际有放缓的一个状态 啊就达到4%的增长率 但是相比啊我们之前的长期水平来说 啊仍然是有一个小幅的上升 啊那么由于服务价格的上涨 我们觉得这也会浪漫成为一个通货膨胀的阻力 嗯最后我们想聊一下一些非常乐观的盈利情绪 下一页 目前来说呢大部分的股票 它的实际收益是优于它的预期收益的 图中的蓝色柱子代表的是实际收益 啊和估计收益的差 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乎啊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已经是正的了 就代表啊实际的收益 其实啊它表现是要比预期的收益要好的 嗯那么下一页 预期的收益呢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些回升 尤其是我们看近期12个月的盈利增长 它也慢慢的是处底之后然后反弹 然后慢慢的有在加速了 所以我们现在对市场的预期就是大部分的股票 还是会慢慢的开始盈利 嗯是有这么几方面的推动 一个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 一个是现在大部分的股票都已经在追求更高效的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他们都追求慢慢的减少他们的投入 所以他们的成本结构都会变得更加高效 第三个是我们觉得消费者的需求 目前还是比较需要呃比较具有弹性的 当然呢啊下一页 我们确实有听到说慢慢的我们的零售业的消费慢慢的出现了疲软 嗯就是因为自从疫情之后人们已经慢慢的开始习惯了消费率度慢慢降低 他们会更加愿意去购买一些打折的商品 那我们当那来看这幅图是美国的零售业的消费 其实它还没有那么的明显 我们目前看到一个趋势还是在一个稳定上升 没有加速上升 那至少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已经有很多零售业的公司 已经表示出他们有慢慢看到这么一个 大家都愿意去淘便宜商品的趋势 甚至有一些公司比如说亚马逊 他们已经开始对他们下一季度的收入预期有一个稍稍的回调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崛起的一些低价零售品台 比如拼多多呀比如提姆 所以慢慢慢慢确实确实是有消费力在降低的一个状态 那么具体它什么时候才能在零售业的消费这张图表上表现出来呢 可能我们还需要再等一个季度才能下一个争取的结论 这就是我对于美国股市的一些宏观方面的一些分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说一下 给大家一些投资灵感 分明是我们觉得比较热门的两个板块 然后每个板块我们各自会推荐一个股票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半导体板块 那半导体板块半导体2024年对半导体来说是复苏的一年 那么很大的一部分还是因为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 对吧因为他们作为源头 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外面的产业都会用到他们的芯片 用到他们的一些硬件 所以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复苏的一年 那我们看三个月和十二个月的数据 分别来看的话都是非常乐观的 要注意这张图我们看他那个斜率很高增长率很高 这并不是盈利在上涨啊是盈利的增长速度在上涨 也就是说是非常非常之乐观 他那个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 那么目前大部分的恢复呢 还是在GPU的处理器啊 但是慢慢的其他的细分市场也逐渐有起色 尤其是我们通过那些公司 他们自己对未来的一个预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是对这个产业相当的乐观 那么说到半导体我们最 最popular 最 popular的股票就是Navida 我们的英伟达 那么英伟达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带给了投资者相当可观的收益 那么几乎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呢 顾客都开始排队购买 他的人工智能AI的芯片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增长的势头非常好 而且呢他们在未来的三年 可能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英伟达自己的估计啊 他们对于已经投入生产的芯片需求 他们表示将在明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多保持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这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这白话的来说 就是他们的需求太大了 以至于他们都来不及制造足够多的芯片 来提供给他们的顾客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 在这个产业上面 目前他们其实是没有一个 非常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 能够不来够帮助他们 填补这样一个的供应空白的 因为英伟达他们目前是拥有了 60%的先进芯片的封装产能 这对于人工芯片 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来说是一个刚需 所以他们现在只会继续去主导 AI芯片的市场 根据一些估计他们现在的份额 已经超过了95% 所以我们确实会预估他们的增长传奇会继续 所以我们是一个建议买入的推荐 我们的目标价格是在155美金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推荐的领域呢 就是云端需求 那么云端需求呢 自从去年以来 它的同比增长是在加速的 其实这个从以前开始 自从新冠疫情之前 已经有很多的公司都已经慢慢的开始 把他们本地电脑的服务 慢慢的迁移到云服务器上面 可是那个时候疫情来了 然后疫情来了 很多公司就开始减少开支 那么减少开支 他们就会把一些很多的先锋项目给停掉 那这个云需求就是一个先锋项目 很多公司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刚需 只是说是慢慢的在未来 可以优化我系统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疫情期间 他们有很多公司就把这个服务给停掉了 但是自从疫情过了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行业慢慢的开始再重新加速 那么现在云端行业里面的主导者就是亚马逊 每亚马逊他们的AWS 现在是非常强劲的需求 那除了看到大家慢慢的迁移到云端服务器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消费者对他们的 SageMaker和Badrock 这些人工智能的服务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 包括他们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 然后的Trainium 他们的需求也非常的强劲 因为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芯片 然后亚马逊自己也说了 他们人工智能的支出 他们会不断的再去上升 那么他们预计24年的下半年 他们支出会进一步的增加 那他们增加到底是多快的一个速度呢 2023年 他们整个的投入是527亿 但是24年上半年就已经是305亿了 然后他们再预估说下半年 他们还会继续再增加那个支出 所以就是跟我们提到之前说 那个人工智能的支出到底有没有一个泡沫 这个就是一个忍者见仁 知者见智的事情 但对于亚马逊 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他们是看到了未来非常高需求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AWS他们现在的积压订单已经达到了1566亿美元 这已经是比他们目前AWS的收入还要高的 所以他们确实是有很多的产能还不足的情况 所以他们确实是在慢慢的计划要扩大他们的产能 那我们相信牵制到云端服务器这个行业 它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比较早期的阶段 那么AWS现在目前还是我们顾客的首选 所以我们是非常持续看好的 然后我们也觉得AWS在下半年会继续的加速 所以我们现在目标的价格是220 然后是一个建议买入的状态 好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美股方面的东西 我把我的time pass给MC 好谢谢Helena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在下方的Q&A框中 这样我们的speaker一会儿有时间的话 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一些活动 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在Q&A中打一下你们的问题 首先就像Kalina刚刚介绍的一样 如果你想要投资美股的七巨头的话 也可以尝试使用我们最新的功能 就是税股的功能 交易美股税股的话 用小成本就可以轻松购入任何美国蓝筹股 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来我们的lending page了解详情 另外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和税股有关的中秋活动 香港还是中国的一些最新的市场资讯 和我们最新的促销详情 我会在这个页面停留几秒钟 大家可以扫码 不管是扫码开户 还是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Instagram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打在下方的Q&A框中 好的 那我现在我们就再等几分钟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的讲座过一会儿就会结束了 好的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再收一下 WeChat ID 我们之后会给大家发送邮件 那个里面直接有二维码 大家可以扫码关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会在周五发送这一封邮件 谢谢 大家还有问题吗 可以继续打在Q&A框中 我们的路 我看到他们其实有问题在那个Webinar Chat 里面并不在那个Q&A框里面 那我我先来回答一下 如果看待昨天 Navidia的暴跌 其实Navidia的暴跌 你如果仔细去看新闻 特别有意思的是 说什么的原因的人都有 但是其实你去看那个原因 那个原因 其实那个理由都不是很直接 这种没有什么理由跌的场面 其实是蛮吓人的 因为一般来说 前期投资者都比较狂热狂热 到那个股价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刚刚也有提到 大家现在都很害怕的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 这个投入 会不会就是一个泡沫 所以很多人现在 都已经在一个神经高度紧奔的一个状态 他们一旦看到有一些下跌的苗头 就开始进向出售 所以这次就确实就是 有点像一个引发泡沫 奔掉的一个状态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一个泡沫呢 这我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这个东西不好说对吧 因为其实我们从基本面来看 几乎这些科技股 他们确实是有那个 足够的现金流 去维持他们的投资 他们这些投资 确实也是一个长期的东西 短期我们看不出来 但是大家都现在是一个 害怕掉队的状态 所以到底接下来 它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泡沫 我们短期看不出来 但只是说 自从六月份 有人提出了这个质疑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会担心 它是一个泡沫 所以一旦股价出现了一些松动 不管是有理由 还是没有理由的 大家现在都觉得 股价实在是太高了 都开始慢慢的进向跑寿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具体的到底 它会不会是一个泡沫 我们还要在更长期的 一个时间来看 我看到有一个 对 对那个 有没有比较好的 瑞士的推荐 我们现在安卓 你可以回到那个瑞士的 那个表 嗯 那个一 二四年上半年的 那个业绩表 谢谢 嗯 哦对对 前面那个 哦不是 在后面一点点 对 对就这个 谢谢 这张图基本上是我们cover的一些reads 我们比较推荐的其中是 Far East Hospitality Trust 还有 倒数第四个Santac rate 他们俩 今年的业绩走势比较极端 Far East就是为数不多的 DPU有正增长的 一个reads 主要是因为酒店行业 2024年表现还是十分亮眼的 我们还是很看好 Far East在其中的 这个盈利能力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 新加坡市比较中等 情况的这种酒店 价格不会很高 但是入住率十分好 所以今年呢 他们的Ref Park 就是酒店平均课收入 可能会由他的入住率增长 而驱动 所以他们之前 在疫情期间有很多的 酒店是租给政府了 但是现在呢 所有的酒店已经回到了 Far East的手里 然后他们也是在很积极的 提高他们的入住率 然后把价格提高到 市场的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认为 他下半年的业绩也是会很好 而且他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市场普遍认为 今年可能会有三次将期 而Far East他有最低的 就是固定贷款利率 大概是40%的贷款 是固定利率 所以说在降息的情况下 因为现在的浮动利率 可能会低于他们之前的 做Hedging的利率 我们认为他的借款的支出会下降 从而提升他的股息支配率 就是DPO 然后其次就是Suntag Rate Suntag Rate 今年股价表现很差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 就是Financing Cost 借款的这个支出太高了 但是他们也只有50%的比率 是在固定的借款利率的 所以我们也是认为 在降息的环境下 Suntag会是其中 第二受益的一个Rate 而且他们也在很积极的 卖自己的资产 比如说Suntag City的那个Stata Office 他们也是预计 今年会有100个Million的Divestment 还有就是他们的业绩 在2024年的上半年 在零售行业 大概有20%这个样子的租金上调 在那个办公室板块的话 有百分之十几 十二十三这个样子的租金上调 我们认为这个情绪 这个走势十分可观 以及它会持续到下半年 最终呢 在利率下降的情况下 Suntag会是最早一波 从就是DPU负增长的Rate 里面恢复出来的 对 这就是我们的Rate推荐 谢谢 好 Q&A当中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看一下谁回答一下 我们不cover这个股票 就是 我们不cover这个股票 但是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放到我们P3的那个APP里面 我们cover的分析师 或者有相关经验的分析师 会回答您的问题 OK 那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的讲座就结束了 我们会在拜五给大家发送邮件 会包括我们这次的recording的链接 和一些其他的链接 大家可以注意查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